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才黑猩猩小庞和派档的牛头犬詹姆斯 共同挑战小帮手任务 小庞和詹姆斯的小帮手大挑战 秋天的美食 开开猩猩简栗子篇 好 似乎的 小庞背上了竹篮子 手上还拿了一把简栗子不可少的夹子 それでは 栗拾いに行ってきてちょうだい 栗子园就在附近 小庞在出发前才第一次背着竹篮子上路 工作先生这一次也跟在后面 愿意地守护着他们俩 两个小家伙这次要去的是 离田地不远的一座农场 那里就可以捡栗子了 只要继续往前走 就可以看到农场了 一座农场 没想到 以前竟然出现一只凶恶的大狗 大狗突然开始狂吠 小庞因为还在这一座农场上 根本就不敢继续往前走 结果 贾米斯竟然自己先跑了过去 只剩小庞独自被留在原地 这时候 这时候 小庞 你在做什么 小庞 大狗突然躲在竹篮子里头 竟然躲在竹篮子里头 竹篮子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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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两个小家伙抵达了农场 公泽先生事先已经取得农场主员的时刻 也帮小庞付了入园费 好吗 谢谢 然后 小庞和詹姆斯来到了栗子园 当然也已经事先告知其他游客 两个小家伙要来的事 好 小庞也要开始捡栗子了 但是他到底会不会使用夹子呢 结果 小庞看起来干净十足 他拉着詹姆斯加入了大伙的行列中 开始寻找栗子 可是 栗子园的地上掉落了很多空的秋果 两个小家伙好像有点更不难行 就在这时候 小庞找到了一个好大的栗子 可是他能用夹子顺利把栗子捡到篮子里吗 小庞 掉到外头去了啦 好 这次要好好捡 小庞 小庞 小庞成功地把栗子丢到竹篮子里了 接下来 接下来 不愧是小庞 之后他又捡了不少栗子 之后他又捡了不少栗子 其实小庞忘了这天的任务 事前已经和公泽先生进行过夹子的使用练习 说 说 小庞捡到了很多栗子 可是 小庞看到的是 原来一般来说 捡栗子都会把球果给去掉 只把里面的坚果带回去 不过这对小棠来说是个大难题 因为工作先生根本没有教过它 小棠决定把辛苦捡栗子 全部从栗子里面倒出来 然后一一把外壳给剥掉 可是 其他游客都是用鞋底踩住外壳 然后把栗子给夹出来 但是小棠他 没有穿鞋子 到底他要如何把栗子给夹出来呢 小棠究竟要怎么做呢 小棠 local房 lorsque吃 happens 这一次他决定要用手 但是小庞不放弃 想尽办法要把外壳拨开 小庞竟然跳进竹篮子里 然后借由跳跃的力道想要把外壳压扁 原来如此 这样脚底板就不会透了 最后他成功地利用竹篮子把外壳拨开了 小庞爬了起来 再度跳进竹篮子里继续努力地跳跃 小庞好像很乐在其中 就在这时候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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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好像没什么大碍 好了 把去掉外壳的栗子全部放到竹篮子里面 请看 小庞捡到了这么多的栗子呢 真是大丰收啊 小庞 小庞